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沒有這樣啊 真的喔 會耶 偶像劇 偶像劇 老師到現在還在迷戀嗎 我看啊 妳是偏韓劇那種 也有 像前日有看那個 我可能不會愛妳 沒有欺負妳這樣 怎麼樣 會因為這些劇情 讓妳心情有一些夢幻 會嗎 你想暗示什麼 不是 我是想說 有沒有嘛 在生活中 觀眾朋友對妳跟范范 這一對比較好奇 還好 我們都已經 現在微博啊 Facebook啊 都是 滿可以讓 把生活的點滴跟大家分享 那范范看不看我上去 她看 她看啊 會不會讓妳陪她看 盡量不會 你會吐槽嗎 還是 因為我會把搖空機拿來 轉到MBA 來 真事實的 妳就沒有愛的表現 失常會陪我看我上去 這是浪漫的 OK 她在旁邊睡著了吧 沒有 她還要跟我討論 沒有 她要是睡著 我一直戳她 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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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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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愛的表現啊 所以電影 比如說兩個人 weekend 可以有一個看電影的機會 妳決定還是 失常決定 我跟妳講 這就是愛情模範 模範 怎麼樣 因為失常一定會讓我選 然後我一定會選 她愛看的 這真貼心 真是貼心 妳有沒有結婚22年怎麼來的 所以今天有看偶像劇的重度沉迷者 但是有敲醒他們的專家 我們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每天準時收看偶像劇 重度沉迷者就是妳 王子若 哈囉 大家好 我好想要談一個刻骨銘心的戀愛喔 好男人在哪裡 我的男主角 妳是在 妳是在 妳是跟地獄在吶喊是不是 海中毒不前耶 接下來 接下來下一位 內外必須兼具 才能擄獲她放心的 她很難喔 因為她腦袋太好了 最浪漫的職場觀察 邱文仁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 我就是需要溫度 那這些偶像劇我覺得就是 提升人的溫度的 老師 音樂 如果雲知道 配樂 要好好介紹一下這一位 她就是用這首歌騙了多少女性 歡迎犀利的兩性作家許長德 我是覺得偶像劇這個事情 如果那麼影響妳的話 就表示就是說 其實你們的浪漫跟愛情 是沒有辦法自己製造的 都要很多工具來幫助你們 不聽情歌 妳就沒有辦法讓妳心柔軟 不看那個偶像劇 妳可能要跟她去哪兒約會 都不知道 接下來要歡迎這一系列的 兩性生理專家 Wendy老師 嗨 剛剛被人在講勸和不勸禮 其實真的走到我們這地方 是我們不勸和也不勸禮 我們只是把妳的戀愛中的大腦 打開來看 其實偶像劇很簡單 他們就是利用遺甲 他們已經不再是錯覺 錯覺是遺甲亂爭 至少還有一個實物存在 偶像劇是進入幻覺狀態 是無中生有的一個劇情這樣子 不一定 不一定 慢慢的 愛一個人就是愛上幻想而已 沒有愛上那個人 我等一下再跟你吵 你看一般人來講說 為什麼會有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是妳根本就不了解他 妳就愛上他了 先冷靜一下 今天我們的整個型態 要用辯論的方式 就走到鏡子 我馬上可以改喔 我馬上可以改 不過今天要先測驗 Wendy老師 每次來一定要帶來測驗 不管準不準我們都要先測 好 不管準不準 所以我這次帶來不太準的測驗 好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慾望 慾望裡面包括食和杏 所以我們還是選擇一個 跟食物有關的 你在吃麵的時候 在你的餐桌旁 我們依次放了三個調味料 分別是辣椒醋和鹽 如果這三個調味料 你都要放進麵裡面 請問你會選擇先放 鹽的選A B是醋 C是辣椒 A的有沒有 A的舉手 先放鹽 對 淡鹹的 A的 A的 B醋 誰要 加醋 加醋嗎 C 我也選B 醋 C是辣椒 我來辣椒一個 這才會提味 提味 好 先從A開始好了 好 其實這三個各代表 不是說你是小辣椒 或者你是醋檀子 選鹽的 其實它在愛情 我們這個測試 是你的愛情盲點 選鹽的其實它真的是屬於外貌協會 像愛寶一樣真的 我第一個就看它 馬上就舉手 那種是外貌協會的理事 重視外表 重視外表 也就是說其實 像黑人 或者是我們徐薇姊姊 然後一個美女 或一個帥哥 站在你旁邊 你馬上連打仗都不用了 因為你武器根本找不到在哪裡 馬上卸下心 這種是相當重視外表 就看外表 馬上就已經投降了 OK的 外表滿重要的 外表很重要 因為其實外表 是一副很有力的介紹性 這樣在職場上 好 那選擇B的 其實相對來講 在愛情裡面是頭腦簡單的傻大姐 頭腦簡單 你頭腦簡單在愛情裡面 頭腦簡單才可以享受到愛 你要相信我 對 因為頭腦簡單 你就沒辦法分辨 什麼叫真實的謊言 沒有 人知道 老師在愛情裡面 被譽為頭腦簡單 你要反駁嗎 我不反駁 不反駁 因為我22歲 一認識 是這樣就 就那個 沒有 這個是優點 這是優點 我告訴你 談戀愛的時候 一開始你就很複雜想說 我告訴你 永遠沒有辦法愛上 你永遠都在質疑他而已 真的喔 22歲到現在 沒有單純的愛 沒有單純的心沒有愛 而且選擇這個 其實他很強調 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基本來講 會選擇這個初戀 可能就是他最後選擇的伴侶 準耶 對 因為這是第一印象 因為第一印象 會跟著後來 會曲解或誇大 後面來的一些訊息 所以當如果這個人 對你一開始你就聽到 都是一些好的 就像那月暈的效應 就開始出來 所以當別人在說 他是武大郎之後 你就認為他一定就是武松 就是這一類的人 這樣 剛剛選B的還有誰 B的 還有不常都 BB分 番茄準嗎 你也是頭腦簡單的 你也是嗎 我也是 我們兩個懂 你也是嗎 頭腦簡單的 這是愛情理是優點 這是優點 因為我們不用太複雜 因為人越比較的話 你會越痛苦 好 辣椒來了 C 辣椒 C的話 絕對就是一個愛情的 愛情傀儡 愛情傀儡 對 愛情傀儡就是 本來他其實是一個 很有原則 他在工作生活上 都是很有原則 但是你只要碰到 對的人 完全卸下心 真的 我覺得這對黑人太準 黑人 你完全就是被操控的一個人 三星被操控很幸福 黑人 被操控 我不想當傀儡 老實講 但是我 每次往往 我靈魂都被抽離 真的 真的 就是要乖乖在旁邊 然後 半程見周 還說 等一下 真的 真的 愛情傀儡 好準喔 公園記得有一部戲 那個叫 心動 心動 它叫梁永吉 你看 好嫩有沒有 然後就拿大衣這樣子遮著 有沒有 遮著那個梁永吉這樣 你看 我在紐約也是想要這樣遮飯飯 在那邊說什麼 閃開啦 真的啦 因為下雪 紐約會下雪嘛 剛剛提大包小包的嘛 然後我就 突然有個畫面浮現 我看到在紐約街 我這樣一蓋 閃開很黏耶 因為那個碎冰 都黏到他頭上 真是的 愛情傀儡 你跟飯飯會不會 你比較像女的 他像男的 快別這麼說 比較溫柔的好像是我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 大家這麼喜歡的這些男主角 現實生活出現肌力 是小於千分之一喔 我們有看哪幾種情形 宣誓愛情 宣誓愛情 怎麼宣誓 在眾人面前表達愛你的心 愛情宣誓就對了 小姑 我要先講一個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過 偷心大勝PS男 他有一個橋段 就是那個藍正榮 為了要追那個百姓惠 因為他知道百姓惠 從小 因為那時候沒有錢 就只能吃米粉湯 對 就Amanda 他喜歡吃米粉 他就只能吃米粉湯 然後跟半顆乳蛋 還有兩個那個叉燒肉 然後那時候Amanda 在那個地方演戲 然後藍正榮 就為了要追他 所以去包下整個那個 去包下一個直升機 然後去就是 就是送餐給Amanda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精緻的餐盒 然後打開來都是Amanda 就是那時候小時候的那個回憶 然後我要講 就是我以前有做過 類似像這種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 我跟我那時候的朋友 那時候的一個好朋友 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是在那個美麗華 那時候他就說 希望有一天那個看板 是他的作品 然後在他生日那一天 我就租下那個看板 然後把他的那個 對 我就租下那個美麗華 超級大的看板 然後把他的作品放上去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還有那時候還有 旁邊有Live Band 那時候還有就是 請Live Band人就是幫我 就是點一個數到五答應我 真的假的 對 請他演奏 對 請他演奏 會不會演奏成 沒有 對啊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 那部偶像劇 所以我那時候 就去做了這件事情 這不是要花心思 女生喜歡這樣 要當眾 妳希望就是有一種當眾宣傳 對 那番茄呢 我就是最近在看那個聖女保鑣 裡面那個李仁哥 他原本 他就是在裡面 他原本是一個很花心的那個大少爺 然後他就是很愛泡夜店 然後就是那個裡面另外 他喜歡的那個女主角 就是袁艾菲 他有一次就是在夜店裡面跟 就是走上DJ台 然後把麥克風搶過來 然後跟那個袁艾菲宣誓他的愛情 然後順便跟那個台下的妹妹說 以後不要再接近我了 我只愛誰誰誰一個人 哇 那天看到這種人嗎 你不是在NDA球場 球場那個 球場那個 球場那天 那天是對Miami熱活 永遠記得那天 2月17號 我選擇那天 原因就是因為 是Michael Jordan的生日 為什麼還如此啊 很像偶像致敬 沒有 那個是剛好一個 剛好讀恩衛 那天你知道Miami熱活隊 那時候 老公見你們才沒去 但韋德去的時候 就是你那票都買不到 滿場 我現在說就是那一天 我要在兩萬多觀眾面前 要跪下那一剎那 你知道壓力多大 因為有一個朋友剛好是 那時候打籃網隊是意見臉 我就跟他講是 我中 是那個大陸的 對 中國球星 然後我就說 中場球婚好還是 比完賽結束 中場好 因為最近都是 被口豆的比賽 氣氛 就輸二三十分 然後說那氣氛不對 然後那個真的 我從來沒那麼緊張 你看到沒有專心看球賽吧 前面兩節真的是恍神 我一直看那個第二節 因為第二節什麼時候結束 然後開始那個鑽戒還藏在那個 泛泛的弟弟身上 不能讓他露出 一點點蛛絲馬跡 然後那時候要跪的時候 哇 緊張到我 真的會 我真的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會啊 好緊張 超大聲的 然後再打一個戰鼓的感覺 你知道 然後跪下去的時候 就一方面 在這麼多人面前 其實我是比較不好意思 如果要愛情那種肉麻 對 但從頭跪下去的時候 又怕被打槍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第三節已經正要開始 大家其實 我覺得老美就很吃這一套 很會 對 如果你在台灣可能不會 受到祝福啊 或者大家摸摸來 快點 快點啦 摸起來 摸起來 沒有 那美國是你知道 那裁判還會配合 因為這個是在美國是一個文化 然後那時候剛好在罰球 還記得 球要交給球員才能罰嗎 裁判把球抱著 他等 Say yes 你知道全場都在等喔 然後那裁判一看 Say yes 然後 開始 你知道那種感覺就是一氣呵成 他們連前一陣子 就是歐巴馬跟Michelle 第一次就是在球場上沒有吻 他們都還 這個什麼打法 撥他 他說你怎麼那麼沒風度 沒錯 他們就是這樣 你們現場不念 親 他是比較不喜歡蛇吻 他是好像偶像去 他規定我不准在公共場合 跟他蛇吻 他不好意思嗎 其實在家也是很傷心 真的好像吸一顆 我那個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可能老的時候想起來 我們曾經 曾經有一期的回憶 所以其實像一般的話 為什麼這個 尤其在女生的話 真的是很可以中的那一劑 就是因為我們在大門 在女人的大腦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最大的一塊叫做 那你渴望承諾越大的話 旁邊有個偵測謊言 真的就會被蓋住了 所以他說的就是謊話連篇 你也可以認為是千真萬確 是這樣子 對 渴望承諾 不過最近 最近看了一個 我覺得那個才是愛情 有一個片段 就是看不老騎士的時候 阿彭浦 他大家都帶著自己的夢想去衝 他是帶他太太的遺照 他說幾十年前 他曾經跟他太太一起環島過 走台三線 然後他說 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次 帶著妻子 要去環島 環島完以後 他就要開始接受離開 去找他太太在天堂 然後他在 他太太墳前 坐在那時候 他說 他娶到這太太 就是他一輩子的福氣 他說 他太太為他所做的一切 他說這才是福氣 沒有他那個 這個廣告畫面 其實有一個點很動人 很動人 就是其實他就 因為他太太過世了 他叫擲筊 對 你知道嗎 就擲筊 又OK了 他說這才是我太太 這一點很感人 對 就是因為他身體也不好 血壓高 他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他希望得到他太太的同意 然後他用傳統的擲筊 一看到心筊 然後就這才是我太太 他讓我堅持夢想 那個看到受不了 感人 不過他真長壽 少婚以前的人 因為我一開始看說 他太太已經走了21年 對 他有一段說 他太太剛走的時候 他睡覺都不願意進那個房間 因為以前睡覺 兩個人會在那個嘛 處境是空空的 這真的愛情 有空可以看一下那部片 感人 對 真的很棒 所以當眾示愛是一種 那親密接觸呢 男人不懂女人 都是大腦鐵的禍 一般來講我們會發現 男女之間有衝突 很多都是女生會覺得 男生會什麼事情都不講清楚 因為女生根本就不想聽真話啊 男生大腦裡面真的有一個 躲避私人問題 他根本不曉得你在問什麼 為什麼 因為女生在講話的時候 情緒性的形容詞太多了 所以呢 我們看這種東西 旺的親密接觸是什麼 不經意都碰觸 不確定不放手 什麼感覺啊 紫若妳可以形容一下這種嗎 不輕易的接觸 我個人經驗還是偶像劇裡面的 就是都可以 妳個人經驗 妳喜歡就是被碰一下 碰一下這樣 不是喜歡被碰一下碰一下 像我最近就是有看到那個 什麼 對 對啊 誰會喜歡沒事被戳一下 實戰嗎 實戰 實戰不享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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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像我最近有看那個聖女保鏢 然後像那個小鬼在裡面 因為小鬼他就是好像沒有談過什麼戀愛 所以他其實很害羞 然後 就 但他很喜歡女主角 然後所以他 可是他又不太會表達 所以他就是 例如說過馬路的時候 就會假裝說要保護女生 然後牽起她的手 然後可是過完馬路應該要放掉了 可是他就其實就牽著不想放 我覺得那種感覺就是很浪漫 對 女生有時候也不會甩掉 有些掃興就 散開了 那不對 我覺得真正的愛情都是忐忑的 會讓妳很不確定 所以變成說想要抓那個手 不敢去抓 可能用偷偷碰了一下 碰了以後又改 感覺比較穩當的時候 又抓著當然就不會放啊 所以我覺得說 這句話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真正浪漫的事是不能用計畫的 像說我跟妳結婚 妳每天要跟我生活在一起 就永遠不會浪漫 浪漫就是要出其不意 為什麼要設計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對妳們兩個都會有永恆的加分嘛 對不對 這個都不錯 妳說婚姻裡面有多少知識花 讓妳倒胃口的事情 我猜得把它拉為現實 我先講愛情劇 然後再講現實生活中 我覺得像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 是有一個經典的日劇叫愛人 它是林木堡奈美的 那他們就是在講鄰居 鄰居的先生跟隔壁的太太之間的那個曖昧 布倫 對 那他們就是兩棟房子 然後中間有的時候會為了植物的生長 會有點長到別家去 然後這個時候這兩個其實已經在曖昧的男女 然後他們在共同看那個花草的時候 他們的小指尖的碰觸 然後那個小指針一碰觸 他們就沒有辦法放手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浪漫 想說的是對女性而言 其實最激情的片段 並不是在最激情的動作 而是在那個腦中的那個想像力 那個想像力 那個想像力 所以那種輕輕的碰觸 可是她的想像力在駛成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最性感的時刻 我看過世春劍的短劇也有這個畫面 世春劍 我很難想笑 怎麼浪漫 他就是根據這個也就是 就是曖昧 然後在那邊植物 在那邊碰來碰去 世春劍 老師有道理吧 世春劍 一般來講 像這種搞曖昧這種話 其實在男女大腦裡面都有 因為我們在大腦裡面有一個追求刺激 刺激就是好奇心 我們大腦一定要有好奇心的基因這樣子 然後你在追求的 它不是真正獲得的快感 而是追求那個動作 會讓你上衣會有快樂的感覺 因為那就呼喚了我們基因的一種本能 要追求刺激這一部分 像我直接碰她沒感覺 可是我輕輕的碰她 那種就是一種釋放訊息 這個時候你就開始再釋放一些荷爾蒙出來 讓對方能夠感受到那個電流 因為我們在這邊確實有一塊 而且這一塊其實男生很會用 所以男生喜歡是看辣妹 追求辣妹 因為她本能的呼喚 然後她在下面就有一個 這麼大的一塊性 性感的滿大的 對 性感就是因為你追求刺激 你接下來要幹嘛 要去交配嗎 這樣子 繼續繁衍下去 就這樣子 Wendy老師講得好自然 對 妳不要再拿板子出來了 可是 我最近有看到一篇文章 它的標題是說 簽手比做愛更高級 對 這個標題滿手工 大概就是其實現在的人 其實有時候你上了床 但其實你不一定會跟對方簽手 所以其實簽手 有些是不接吻 對啊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我覺得簽手其實才是真正的可以 兩個人好像心連心的感覺 對 你真的有觸動到對方的心裡面 橘子這邊也有 我之前最愛看一部偶像劇是那個 敗權女王 然後其中有一個橋段是講那個善無雙 因為六年前就是他的學長 雲昊學長 在他的婚禮前一天晚上 就是前一天就拋棄了他 然後莫名其妙就沒有就是在婚禮上出現 然後他們就因為這樣子就過了六年 然後原來中間是因為那個雲昊學長 他其實是就是出差 然後發生了一些意外 然後中間就是有那個就是經紀人挑撥離間還什麼的 然後所以他回來 他雖然看到了善無雙 但他一直沒有辦法把他的愛意跟他表現出來 然後這時候盧卡斯就衝出來 就是反正在一個泳池裡面 背下來 不是 重點就是說他就是為了要告訴善無雙實話 就是說其實當初他的學長 是因為有一些就是不得已的苦衷離開他 於是他就把那個東西丟到泳池 然後於是雲昊學長就跳到泳池裡面 可是他的腳受傷了 他沒有辦法下水 於是他這時候溺水了之後 上無雙腳的話不說 他就投進去 然後他們兩個就起來之後 他就抱住他 然後就好感動喔 我的媽 他該... 他感動 他該講的都講 你看有池塘 然後還有男女之間 我想到的就是長錢 18個小時抽5000萬 然後他就跟他說 他真的不離開他了 就是他了 然後你在那一幕看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感動喔 常德老師打槍一下 打槍了 因為我覺得人在那麼感動的時候 真的不要打槍啦 我真的鼓勵 我真的鼓勵大家做一個實際的事情 既然我們愛一個人 不是愛上我們真正愛的那個人 是愛上我們的幻想 我們就好好保護我們的幻想 因為我們幻想保護得好 其實就不用每天就在 就在學說 你怎麼樣... 人喔 就是你要記得說 現實有現實的部分 夢幻有夢幻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都是我們的責任 比如說你愛上一個人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他通常講說 如果你愛上一個人 你快樂我就會很快樂 我們愛你的時候都是這樣子嘛 那為什麼你跟別人外遇的時候 我會神奇呢 你有沒有想過 這樣就是啊 就是我們想像的東西 不一定能做得到 可是我們把它保護好 在我們想像裡面完成就好 不用在現實裡面完成 有沒有懂 這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偶像劇 才會對我們有加分 才不會... 他講的是... 我簡單把他那個論文 給他簡單化 其實呢... 拿指板出來啊 簡單 人跟動物最大的不同 是人會做白日夢 就這麼簡單 因為白日夢讓我們有創意就出來了 這是跟我們跟動物最大的不同 因為我們雖然都稱為... 卡莉也會做白日夢耶 卡莉躺著睡覺啊 然後我就看牠在那邊一直動一直動 對 我也覺得我的狗會 對 我也覺得我的狗會 狗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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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保護牠的白日夢 但是牠自律神經不穩定 老師喔 好理性喔 他很科學喔 他很科學喔 我覺得他下次要穿那個白色的衣服來 對 好 第三樣來了喔 三個 誤會吵架 誤會吵架 這也浪漫嗎 這也浪漫 好 偶像距離怎麼演 不解釋說明但默默的不救 我最討厭這種男人 默默不救 你覺得要跟你講清楚 對不起就是對不起 你看偶像距離那個誤會一句話 電話一打就好了 結果他繞一大圈 讓他演個五期左右 真的 好恐怖喔 超討厭的 就像灌籃高手 明明一定要投最後一球 畫個一集到後面了 對 方便安息教練要解釋 赤目又要說兩罪 別囉 我已經看漫畫就是這種心情 好煩喔 橘子 妳說說 我另外一個更愛的偶像句 叫做命中注定我愛你 妳很追蹤嘛 對 因為這時候陳馨儀呢 反正就是因為也是幾年前 他們因為有些誤會 所以說陳馨儀就到了上海 她就變成Elaine 然後這時候呢 紀陳馨呢 在台灣的時候呢 一直思念思念她 結果一挖到上海 他們兩個就遇到了 然後遇到的時候 她就發現說Elaine 非常非常討厭她 那他們也沒有辦法 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 把誤會解釋清楚 於是她就化名成為了匿名人 然後默默的就是 就是加油打氣 就是替那個Elaine加油打氣 而且她會在私底下的時候 告訴她說 陳馨儀加油 然後就是默幫她做好多東西 然後你就會希望說 現實生活中 你也有一個匿名人這樣子 默默的 妳喜歡默默的呢 對 對 在背後守護你 就覺得 默默的 再不會 偶忍妳要怎麼補救呢 不是我覺得 為什麼都只有女生 需要浪漫 男生也需要 妳也需要嗎 有嗎 不是 對啊 妳需要什麼浪漫的 不是 我也 拿兩百塊錢打發妳 吃一碗牛肉麵就可以了 太太的兩百塊拿去吃 要花太多撐到晚上了 沒有 我之前看一齣 那個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然後我就覺得說 像她那個戲裡面的黃國芬 就跟那個溫生豪他們那種感覺 然後就覺得很Nice 然後她 黃國芬就為了她願意放棄 因為溫生豪就一事無成 在台北幹了副總也混得不好 又回去被騙 然後她就放棄了她自己的創意總監 然後回去一個女孩子 然後為了男生 然後願意放棄她自己的創意總監 回去去宜蘭陪她養大雜蟹 然後最後兩人在一起 我覺得那一種 那一種那種 農村生活你很嚮往 對啊 對啊 你適合的不是業務 其實是種田 對啊 我覺得那個時刻真的是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都是男生必須對女生去付出 可是我覺得 男生在某些程度上 男生也有某些對這種事情上的渴望 所以我講一個 你再評價說這樣重不重好不好 其實是我個人經驗 就是有一次也是一個 然後最後誤會到說 那個男生就是我的朋友 他氣到就是說 他也不跟我講話 然後他就要上飛機了 去哪裡 就是出國去 出差去 金門嗎 那是第八局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在那個路關那一刻 我真的是趕到了那個機場 然後我不管旁邊人的眼光 其實旁邊還有滿多人 而且我的臉 有的時候也會被人家認出來 我就不管旁邊人的眼光 用力抱了他四次 就說不讓他上去 用力抱了他四次 結果我覺得這個效果是滿好的 但是現在想想 他是飛機嗎 常常有老師一直搖頭 你覺得四次不夠嗎 沒有 我跟你說 這種事他感覺比較好 對方不一定感覺比較好 沒有 所以我很想知道 第四次會很害怕 我很想知道 就會覺得怎麼這樣 對 我都要走都誤點了 對 就是差點誤點 可是其實就是 來不及講話了 只好這樣做 可是後來我們就前嫌盡勢了 所以我認為 這個也呼應到你講的說 其實男生有的時候 也需要女生有所表示 不要讓我就是 一直就是要去猜你的心 不要一直要求 我們都每一個男生 都要當大人哥嘛 哪有那麼多大人哥 我們也需要大人妹 有時候男生也會脆弱 對啊 我們也需要大人妹 文人姐 你是發生什麼事情 要報到四次 不是 就是一個誤會 就是 你懷疑他偷錢的人 不是 不是 怎麼浪漫的 不是浪漫的 偷言之敵 誠誠交出來 來不及解釋 然後打了二十幾個電話 還不接 然後最後就是真的是 在入關的時候逮到 那我也 誰打給誰 我啊 你打給他 可見就是很生氣了 那我也不曉得講什麼 你想要挽回這個 我至少 我覺得你要給我一點機會解釋 可是我其實不是故意演偶像劇 是在那個情急之下 不得已的做法 天時地利人和 在入關的時候 就是用力的抱了他四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抱了四次 因為你怕失去他 對 不是 這是不經意的動作 然後後來他就笑一笑 他就上飛機 我們就沒事了 那你們後續有交往嗎 後續就是一如往常 就是也不用解釋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不會永遠沒事 他會變成一個考驗在那裡 他這麼好氣 他這種事情 他就不會相信你 不過說實在 有時候就是觀察 你坐在機場 你只要坐在機場那個入關口 我會喜歡看 你是坐在那 對 各式親情友情 愛情全都會發生 然後奶奶還送孫子去 你一看知道他環境不好 然後送孫子 要出國的時候 那個眼淚 然後最後 還塞一點錢給他那種 或者是那種 年輕男女朋友 要送他出去留學 那種感覺 哇 你常常在那個登機門 也趕到這一波 抱世事那個效果 所以我覺得 都滿像武漢劇的 只是我那天不是故意的 但可能這樣會中吧 會 超中的 男生也要尋求 他只是說 在那一刻會中 可是這個事情的後遺症 你還沒有討論 好理性喔 你覺得會 這種事情一定有後遺症 我告訴你 這一次OK 是因為我被你感動 在這個場景 可是下次 如果同樣事情 發生另外一個場景 沒有那麼浪漫的時候 所有以前的事情 你的心機都 就會浮起來 那絕不再犯行嗎 然後我是覺得 絕不再犯 你才在那邊搶爪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說 他剛才這個行為 有一件事 反而是做得很對的 就是反正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不要老是想要結果 老是想要怎麼樣子 你只要想要說 這件事情我要及時去做 做了結果怎麼樣 不用管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對的 沒錯 因為你想的一直太想 結果怎麼樣 我看這件事到最後 本來對就變不對 就單純的不想要遺憾 一般來講我們會發現 男女之間有衝突 很多都是女生會覺得 男生會什麼事情 都不講清楚 因為女生當一個情緒 帶出來 我可不可以先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男生都被問這個 被污蔑這個事情 然後呢 因為女生根本就不想聽真話 不是不想聽真話 根本就是因為男生 你覺得說謊的事場 如果沒有愛聽謊言說 他就翻出來了 他好關心 他理性的 誰 男生拿壓 我們要戴板子 你帶書拿書出來講 是因為女生一直包容你們 其實在男生的話 你們不要去強迫他 因為在男生大腦裡面 真的有一個躲避私人問題 他根本不曉得你在問什麼 為什麼 因為女生在講話的時候 情緒性的形容詞太多了 所以男生根本抓不到 你要問的是什麼東西 男生和女生對話 其實男生對話很簡單 動詞 主詞加動詞 可是女生是主詞 他不需要動詞 他可能一堆形容詞 後面副詞 然後之後就沒有 所以男生搞得清楚 你要問什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男生一般來講跟女生 女生是比較會可以 情緒是外放式 可是男生相對來講 真的這是老祖先遺傳 男生的情緒是內斂 所以他在情緒表達上面 他們不太喜歡很開誠曝工 他們常會用一個 幫你做某一件事情 就代表我愛你就可以 比如幫你洗車子 就代表我真的非常愛你 簡單的 簡單的補救 再來 特別的驚喜 怎麼樣到特別的驚喜呢 究竟是什麼 人火Wendy老師 她那時候在紐約 然後在機場 因為她其實都 再來 特別的驚喜 怎麼樣到特別的驚喜呢 違背她的原則 只為了逃逆婚 這我一定要想一個 是我的 就是在犀利人妻裡面 那個藍總監不是幫 那個女主角看孩子嗎 結果她她在開會 然後開會開到一半 她發現時間來不及了 她就丟下了大家 衝過去幫她看孩子 我看到這幕的時候 我有中 因為我們這種人一天 當然在開會 我們知道要拋開那個會議 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多麼違背我們的原則 多麼不可能 多麼可能受到責難 那是多麼痛苦的一個抉擇 可是她竟然就這麼衝動的 做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真愛 真愛 這是慾望最高障的時刻 其實 這史丹佛大學在1970年的時候 一直到1990年 差不多他們追蹤15年 就會發現 男生在追女生的時候 其實 如果男生可以暫時犧牲自己的東西 然後很容易真的得到女生的芳心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延遲滿足 我不要馬上去用一朵花來代表我愛妳 我可以幫妳做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妳在最需要的時候 我先暫時犧牲 我想要跟妳做一些交配動作的那種欲望 然後我為了獲得是後面 妳跟我的體育交流那一部分 體育交流 為什麼要欲望 這種人的成功的機率相當大 但是有時候 妳可能真的是要看她的原則是什麼 體育就跑出來 我們聽錯 舉個例子 比如說舉個 像我之前我有一個親身經歷 那個時候我先生在國外念書 我們已經兩年沒見面 我正好學校放寒假 整整兩年都沒見面 整整兩年沒見面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到美國去找她 妳們是只婦未婚那種嗎 沒有 不是 我想說兩年都沒見面而已 沒有 很多白板會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她那時候在紐約 然後在機場 因為她其實東方人她個子不高 所以她就拿了一個球上面 就寫一個中文寫我愛妳 然後拿了一大束花在那邊等我 然後我一進去看 我很早就看到她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幾乎都西方人 只有一個東方人寫一個我愛妳 所以你可以認清楚 但她拿那束花就讓我很感冒 為什麼 我就自己在她面前 我說欸 我說妳也拜託好不好 妳拿了這麼多的生殖器官這樣等我 我會覺得很沒面子 生殖器官是什麼東西 那是一種怎麼樣 雌蕾 雌蕾的生殖器官就是花包好嗎 所以我跟妳講 她老公在那邊穿衣服是沒有用 因為她一眼就看到她裸體了 所以這種就是原則問題 我是覺得那氣球 而且還可以凸顯東西方的差異這樣 但妳拿那花就慫到最高 我想問一下 就是有人對妳做這種事情 妳覺得 妳也差不多好 那種態度好嗎 所以我從來 我就會跟他們講 我絕對不要送花 因為我覺得這個原則 妳不要花 不要花 因為我覺得那花就是生殖器官 那很多食物以後生殖器官的感覺 那也不行 所以妳都去吃飯就不行 對不對 那如果送菜就有生殖器官 那香蕉呢 對 那香蕉它可以增加血清素是可以的 她喜歡香蕉 香蕉綁氣球這樣子 香蕉綁氣球很好 因為香蕉你會看到 其實像中午的時候 不是就一個蘋果一個香蕉就去 因為它可以增加我們的血清素 然後會讓我們的大農 那如果他變成香蕉人 就這樣子 在那玩偶裡面 走來露出來 那可能我的兒子會比較喜歡 對 剛剛講到 文仁傑講到一個劇情 還有沒有讓妳印象深刻的 就是那個楊佑寧跟郭彩傑 他們的那個定情戲 就是向左走 向愛走 你們有看過這一部嗎 有 就是他有螢幕一開始 他們相遇的時候 因為那個郭彩傑 她是一個千金女 什麼都不敢做 然後每天乖乖的上課 然後楊佑寧有一天 就約她翹課 她就在那邊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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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還是去了 然後就覺得第一次翹課 違背她的原則 她就覺得也太好了吧 然後兩個人就是海邊浪漫 然後楊佑寧就約她說 你敢跳嗎 就是懸崖 他們去東北角那個懸崖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他們就一跳下去 然後就是整個定情 她就覺得說 我做了一些 以往都沒有做過的事情 危險動作千萬不要模仿 萬一當下是粉身碎堵 上去啊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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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勇氣 愛的勇氣 妳覺得呢 我贊同她的啊 然後我最近超迷那個 羅斯小姐要出嫁 裡面呢 高陳寬跟羅斯一 因為高陳寬就是一個商場的 很厲害的併購金 同時她長得又好帥 然後她就是高高在上 然後她的女朋友又是總裁的千金 所以她不可能愛上羅斯一 那公司的小秘書 可是她慢慢的相處 喜歡上她 就不能表現什麼 然後她工作又這麼忙 她有一段 我覺得好像麻雀鞭鳳凰 就是她 羅斯一的前男友回來 然後所以他們在一個聚會 要姊妙女的 就沒有什麼好看的衣服 結果男主角帶她去 一件一件換衣服 換到很漂亮 就像麻雀鞭鳳凰 然後打扮很漂亮 送她一個鑽石項鍊 叫什麼 叫什麼 妳是那麼愛啊 潑點冷水 曉雕老師 沒有 我面對這種事情 都不想潑冷水 因為我覺得人在幻夢 我跟你講有一些人 給你書裡不是這樣寫的 而且她沒有歌詞 我說對幻想這種事情 有的是幻想浪漫的情節跟感覺 有些人幻想一些名貴的物質 對不對 我覺得這兩個 我跟你講 你幻想物質不一定 你就會比他 比幻想感情要低級 我覺得直接讓你滿足的 都是好的感覺 然後盡量記得一個情形 就是說 幻想的東西不一定要實現 因為實現可能就是 幻想破滅的時候 可是你寫那麼多情歌 你又很想做 寫情歌只是讓你們有感覺 怎麼去表達感情 怎麼流洩感情 沒有要告訴你們什麼大道理 寫書才要講大道理 愛情多腦核 你知道這首歌 老師會彈奏嗎 不會是不是 那發展 不是 太突然了 我覺得常德老師 他就是用文字 騙魯或芳心的騙子 他上次送我們那個書 他手上那一本 我講的騙子很好 我跟他是什麼時候認識 根本完全不熟 我那天第一次見面 他書裡面寫 威 威 威 誰是你的威啊 那我寫黑 他怎麼樣 威 威 文字的魔力 你看他那威不得了 我又嚇一跳 如果 一般會說 徐老師雅正或是什麼 他給我寫個威 如果我說喂 他不在 喂 是妍嗎 有一個把妹高手 就告訴我一個男生 他真的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文字老師告訴你 要坐哪一邊 才能聽到實話 那我也看過書上寫說 他說女人的性感帶 其實是在雙耳之間 就是你要聽到好的 有一個把妹高手 我就告訴我 一個男生 他真的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他就告訴我說 他說其實男人只要會講話 長得怎麼樣 一點都不重要 什麼事情都可以搞定 那我也看過書上寫說 他說女人的性感帶 其實是在雙耳之間 就是你要聽到好聽的話 那你記得要聽從左邊聽 不要從右邊聽 為什麼 因為他白板拿出來 分成兩部分 右邊是比較感性 左邊比較理性 那可是聽覺是交叉 所以你從左耳進去的話 他會聽到比較多的謊言 你會覺得那是真的 你從右耳進去到左腦 比較理性那一部分 你很容易會判斷出來 這樣子 所以在約會的時候 我們的座位應該是 比如說男生坐在這裡的話 看你要聽謊言還是不想 還是想聽說 可是我像他 就不喜歡話多的人 所以不一定會講話的好 我反而覺得說 男性可能 哪一種男性最吃香 就是願意傾聽女生講話的人 然後願意有耐心陪伴的人 大仁哥 因為男人會講話真的太少了 越多互犯越多錯 所以有大仁哥嗎 這個地方倒是真的 最後Endy還是要來聽見 因為女生有一個傾聽的中樞 傾聽跟承諾 它是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當你會跟你的感情 渴望那部分做承諾這樣子 那這其實我最後可能回到 其實剛剛黑人他會再講到 那不老騎士那一個 我記得他們曾經裡面有一句話 他是說真 他是這樣講 他說當一個人 你把他所有東西都去除掉 條件都沒有的時候 你還是真的想著他 代表他是值得你愛的 所以他那個太太已經離開他 但他永遠是想著他 他已經完全沒有 甚至連驅體他都摸不到 代表這才是真愛 有機會可以看一下那一部片 好可歌可氣喔 真的很棒那一部 那部片子光看預告片 你就會那個很感動了 就會很有愛的感覺 我告訴你 他那愛的感覺 跟一般的偶像劇不一樣 他告訴你什麼愛 他告訴你說 愛就是要想辦法有一個溫度 把溫度找出來 不要只是要一個爽度 差別很大 溫度 真的 2012年最值得一看的就是 那個溫度大概比我們體溫高 差不多0.2度 0.2 0.2度 就夠用 就夠用了 不然就發燒了 想處理看 可是我覺得 不管溫度爽度 數字會說話 最後告訴大家 根據調查 年輕女性觀眾高達82.8% 就是喜歡看愛情浪漫劇 管你專家劇所總的重 不過在這邊預告一下 在2013年TVBS 將要花很大很大的製作金費 投入偶像劇這一塊 請期待